很快的2020宜蘭情人節活動 即將在8月25號到29號 要在農潭湖畔浪漫來登場 內容包括有葛瑪蘭公主故事 作為主題所設計的浪漫的燈飾 和適合有情人共同欣賞的音樂晚會 還有街頭藝人表演 以及好物市集等等 歡迎有情人相約來這裡度過情人家節 繼2012年之後 今年的宜蘭情人節活動 再度遺失礁溪龍湯湖來舉行 歡迎全國有情人一同來度過一個浪漫的情人夜 安全部分還有我們的防疫部分 我們都能夠齊同並進 我們希望我們把品質做得最好 所以感謝我們同仁們 然後感謝我們的工商旅處機長帶領的團隊 對這一次七夕情人節用心來筹劃 希望把最好的品質呈現到我們的縣裡 讓大家感覺到新政府 用心在筹劃我們的七夕情人節 今年搭配龍湯湖的湖中戰道 特別設計兩座雀橋 分別是唯有真心雀橋 以及愛的光芒雀橋 將在七夕當晚點燈 主辦單位也同時推出兩場適合情人共同欣賞的音樂會 要讓天下的有情人共度浪漫的夜晚 2020宜蘭情人節的活動主要有三大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關環境的燈飾 那這個部分我們透過在地的呂秉承設計師 以格曼蘭公主的故事來進行相關燈飾的設計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浪漫情人節的相關系列活動 那這一個部分主要還是以傳統的七夕流浪織女的故事來進行演繹 包括一個開幕點燈的一個活動 另外我們也配合兩場適合有情人來參加的音樂會 最後還有街頭藝人的各種型態的演出 這一個部分是有關活動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好食好物的事集 那這一個部分經過大家評審的結果 有一些具有宜蘭特色的好食好物會在現場來展示 我們希望說情人們能夠來到現場參加活動了之後 能夠把具有宜蘭特色的好食好物帶回家 8月25日到29日主辦單位也會推出情人浪漫互動遊戲 讓情人在保持社交距離或者是戴口罩的情況下 進行互動遊戲體驗愛情無距離 社交有距離的防疫新生活戀情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唷 妳在眼前 無意境 4月2日 8月1日